第226章 出主意 梁一梅将熟睡的战哥小心地放在床上 吩咐乳娘道 晚上天凉 你们注意这些 等一下就给她盖上宝贝 回到房中 侯颜平像有心事一样地坐在一旁 手里握着茶杯锤丝 怎么了 侯颜平放下茶钟 我今天才发现 锦哥的手脚比虚哥和千哥快多了 他摘的果子是三兄弟中最多的 嗯 然后呢 梁一梅一边铺床 一边问道 侯颜平思索了一下 好像是在想怎么开口 我 我想让锦哥习武 三个孩子都很有天赋 只是锦哥更有天分些 锦哥因为从小学东西就比两个哥哥慢 太夫人和侯颜平都比较疼爱他 好容易锦哥在一方面显出了天赋 侯颜平不想放弃 梁一梅坐在床上 斟酌开口道 显颜平 锦哥虽然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 可是我不希望他知道这些 我希望他觉得他也是很聪明的 他和两个哥哥并没有不同 梁一梅上前握住他的手道 所以孩子们以后要学什么 我想应该由他们来选择 我不希望锦哥有什么不一样 侯颜平有些吃惊 这些话妻子不是第一次说了 自从家里的人发现了锦哥的不同 他和太夫人对锦哥特别疼爱 几乎是有求必应 而家里的下人见风使舵 对锦哥也更加小心地讨好后 妻子总是训斥他们 他和太夫人还曾经以为 妻子是因为锦哥的缺陷 有些不喜欢他呢 可妻子对锦哥总是很耐心 锦哥一遍学不会的东西 妻子总是笑眯眯地 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锦哥只要进步一点点 妻子就会高兴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夸奖 侯颜平重新思索 也许妻子说得对 锦哥需要的不是他的那种 独一无二的宠爱 而是这种一视同仁的对待 梁一眉也不打扰他 只是坐在一旁等他 梁九侯颜平叹气道 啊 是我太宠爱孩子了 梁一眉鸣嘴一笑 不过我还是想给他们 请一个武学师傅 我们侯家的孩子 都是三岁开始扎马步练武的 三个孩子也差不多满三岁了 也该准备了 梁一眉张大了嘴巴 眨巴眨巴了眼睛 三岁 三岁的时候他在干嘛 好像是无忧无虑地玩泥巴吧 梁一眉有些心疼 可是也知道 这是侯家的规矩 侯颜平看着他眼里的担忧 就道 放心吧 我和几个哥哥都是三岁的时候开始启蒙的 请得师傅会拿捏好分寸的 梁一眉皱着眉头硬了一声 起身去测试看三个孩子 今天玩得太疯了 洗澡的时候 几个孩子眼睛都快闭起来了 刚擦干身子就睡着了 梁一眉看着 并排睡在一起的三胞胎 所有的忧虑好像都消失了 嘴角含笑地给他们椰好被子 李轩然笨拙地照着王氏的指点 将浩哥放到床上 心里大松了一口气 眉眼带笑地看向王氏 王氏却没有看他一眼 给儿子盖好被子后就直接走了 李轩然跟在他的身后 王氏当着他的面将大门关上 李轩然善善然地摸摸鼻子 转身朝东翔走去 王氏的贴身丫鬟看了看他 欲言又止 王氏就直接吩咐道 快睡吧 明天太夫人不是要来庄子吗 贴身丫鬟叹气应了一声 李太夫人中午的时候方道 看到小儿子在小儿媳的面前 伏低作小 大吃一惊 他一直以为小儿子不喜欢这个儿媳妇 当年他听说小姑夸这个儿媳妇 想着小姑一向是看不上文官 除非这个媳妇的确很好 他一相看 的确很好 就给小儿子娶回来了 刚开始还好 只是去了一趟北地回来后 就好像陌路人似的 害得他每次见亲家母的时候 都有些愧疚 这次小儿子怎么就想通了 侯太夫人见了也不点名 和李太夫人做起了聋哑人 只看着他们闹 侯颜平刚开始也当是一场戏一样的 看着李轩然 只是李轩然到底在京城中混了多年 红女人的手段就是没用过也听说过呀 两个月下来不带重服的 女人心计是再宽也会有比较的 梁一眉不服气了 戳着侯颜平问道 你喜欢我吗 侯颜平静默良久 在梁一眉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 方道喜欢 梁一眉又戳了戳 轩然表哥追表嫂 弄了那么多东西 你时常和他在一起 难道就没学到一些 于是 一个男人的苦难 变成了两个男人的苦难 侯颜平每次见到李轩然 脸色都不好看 李轩然却总是理直气壮地 回瞪一眼 最幸福的却是三胞胎和浩哥 特别是浩哥 他是王室心尖上的人 李轩然一是觉得亏欠儿子良多 二是想通过儿子打开缺口 对儿子几乎是有求必应 当然 浩哥是个乖巧的好孩子 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李轩然引诱着他提要求 三胞胎因为母亲突然冷脸 也收获了父亲的不少福利 就连刚会爬的战哥也沾了不少光 两家人在西院待着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也只是派人去送了年节礼 连京城都没有回去 直到秋晋 战哥开始换上薄棉衣的时候 两家人才开始启程回京 长平侯府门前沸沸扬扬的 去的时候是捡车 回来的时候 行李却是去的时候的三倍不止 附近的人家都知道 长平侯的主子们去避暑回来了 梁一眉看着李轩然讨好的将浩哥抱上马车 也爬上了王室的那辆马车 怎么也忍不住地扑哧一声笑开了 马车外骑着马的侯云平 顺着妻子的视线看过去 脸顿时黑了 第二天侯云平就找了李轩然 意有所指的道 我记得你很久没有去王家看过了吧 听说王室的大哥今年生了一阶 家里正在帮酒宴呢 你娶了人家的女儿 也算是王家的半子了 不如趁着这个时候 孝敬孝敬你岳父岳母吧 顿了顿又到 把浩哥带上 回头带到我这里来 他年纪也不小了 我们侯李两家 最差的也会耍上两套拳 就算以后他要走文官的路子 也不能给我们两家丢人 就全当是做强身健体吧 李轩然张嘴就要反对 慧娘见儿子在山野间玩都心疼呢 更何况是学武 侯云平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携递了他一眼道 我记得赵王在香山有一栋别院 里面不仅有温泉 还种了满园的梅花 嫂子最喜欢的就是梅花吧 侯云平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 李轩然眨眨眼睛 不解 怎么说到这个来了 放下茶杯 见李轩然懵懂的样子 侯云平恨铁不成钢地道 我和严太借了那个装子 说吧 起身就走 走到门口 不放心地停下脚步 留下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带着嫂子去 就告诉我一声 我派人来接浩哥 身后的李轩然顿时眼睛一亮 到了王家办酒席的那天 一大早 李轩然就带了王室 牵着浩哥 身后跟着一大群 捧着礼盒的人进了王家 来王家吃酒宴的人 都若有所思 王大人一惊 连忙迎出来 李轩然温柔地和王室说了一声 就上前恭敬 却又不识亲热地和大舅子建立 倒是吓了王大人一跳 在这位王大人的心中 这位门第高的妹夫 除了和妹妹刚成亲那会儿 对自己和颜悦色外 其他时候 见着她都不是很高兴 怎么这次 王老太太听说 姑爷陪着女儿回来 脸色一白 迎出来 见女儿面色红润 外孙子也比以前精神 见着她叫了一声外婆 就高兴地跑到她身边 说不出的活泼 王老太太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 悄悄地问女儿 姑爷怎么陪你回来了 王室心中有些发酸 低下头道 她听说大哥高声了 就陪我回来看看 王老太太有些怀疑地看向她 王室抹了抹眼泪 母亲为自己担心了半辈子 这时候怎么还可以让她担心啊 就笑着道 她现在对我很好 对浩哥也很好 您看浩哥都比先前开朗多了 王老太太心中虽然有些怀疑 却不动声色 笑道 可不是吗 刚才她都不缠着你 会和几个表哥表弟玩了 李轩然进来给老太太请安 老太太见她行动间对女儿很是尊重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 她总觉得 这个女婿是在讨好女儿似的 李轩然看了王室一眼 对岳母笑道 呃 惠娘的身体不好 她一说冬天的时候 保暖愈加重要 所以我想带惠娘去一趟湘山 招王室子在那里有一栋庄子 还不错呢 想和惠娘去住些日子 岳母和惠娘也很久没见面了 不如岳母和我们一起 也去住一段日子吧 老太太心中吃惊 不由抬眼去看惠娘 犹豫地推辞道 她还是媳妇呢 这时候更应该伺候婆婆 李轩然就笑阴阴地道 这件事情是母亲批准了的 老太太见女婿是真心地心疼女儿 满脸笑容地拍着女儿的手 替她应下了 来王家的人看在眼中 对王大人更是客气了些 老太太却含泪高兴地对王室道 当初你爹应下这门亲事的时候 娘就觉得奇大飞偶 你刚嫁过去那会儿 见你过得好 你婆婆又喜欢你 我这一心以为呀 你爹给你找了一门好亲事 可谁知好景不长 唉 你两个哥哥也知道 你过得不好 平时有什么事啊 也不敢跟你说 王室强撑着一个笑道 是女儿没用 没能帮到家里 老太太摇摇头 你只要过得好就行了 你二哥就说过 要不是梁家门第相差太大 他说不定早找人去 把姑爷打一顿了 可既然姑爷现在对你好 你也要好好的和他过日子 别和他闹矛盾了 多让着他些 知道吗 本章完感谢您的收听 梁一眉看着在玩泥巴的一大三项 问旁边的侯云平道 李轩然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侯云平含笑看着孩子们敷衍道 怎么也得要一两个月吧 梁一眉挑挑眉 浩哥在这儿也将近一个月了吧 他们要到过年的时候才回来 侯云平咳了一声 微微不自在地道 他说王氏的身体一直疏于条理 高老还乡的颜太医正好也在香山 晚上三胞胎和母亲炫耀 母亲母亲 今天我占了两炷香 父亲夸我呢 我也占了两炷香 和大哥一样厉害哦 父亲也夸了我 还说下次要带我们去骑马 锦哥见都插不上话 急得眼睛都红了 梁一眉听须哥和谦哥说完 回头笑着问锦哥道 那锦哥呢 厉不厉害呀 锦哥立刻停足了胸膛 厉害 我厉害 却说不出哪里厉害 梁一眉笑看着他 引导他道 那怎么个厉害法呀 哥哥们占了两炷香 那锦哥站了多久 锦哥偏着头看母亲 梁一眉鼓励地看向他 千哥心急地要替弟弟答了 须哥就拉了他一下 两人一起看向锦哥 锦哥脸上露出笑容 叫道 比哥哥厉害 两炷香还多 伸出一个手指比了比 道 多这么多 梁一眉抱起他 大大的亲了一口 锦哥可真厉害 那父亲夸你了没有 锦哥笑得见牙不见眼 狠狠地点头道 夸了 还说要带锦哥骑马 越过母亲 看见两个哥哥 在冲他几眼睛 又加了一句 和哥哥们一起骑 梁一眉顿时哭笑不得 心里却欢喜不已 回头又在两个孩子的额头上 个亲了一下 夸道 虚哥和千哥也很聪明 那我们能骑马吗 三个孩子都渴望地看着母亲 不行 你们还太小呢 孩子们沮丧不已 梁一眉想了想到 不过要是你们父亲带着你们的话 我可以允许你们骑半个时辰 孩子们欢呼起来 虚哥有些得意忘形的 父亲也说了 带表哥去 表哥也占了两炷香 那我们四个人就是两个时辰 谦哥嘟着嘴告状 表哥比我们大 都和我们战一样的 梁一眉就懒过他 解释道 那是因为表哥的身体从小就不好 所以他不能太累 以后你们要体谅他 也要照顾他一些 知道吗 虚哥认真地点头道 表哥每天都要喝药 我看见了 井哥捏了鼻子 皱着小脸道 药 苦苦 梁一眉扑斥一声笑开了 谦哥也承诺 以后会照顾表哥的 梁一眉送他们去睡觉 例行给他们讲了故事 哄着他们睡觉后 才轻轻地起身 这才发现 侯元平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 两人悄悄出去 湛哥也睡着了 侯元平道 回到房里 梁一眉责怪他 乱给孩子们许诺 孩子们都还小 这时候能骑什么马呀 侯元平黑黑地笑着 提前让孩子们 见识见识也好啊 梁一眉知道 侯元平是不死心 还想把孩子们 培养成武将 梁一眉更愿意 孩子们做闲散人 不管是历来 武将的阵亡率 还是侯家一门的惨烈 梁一眉都想下意识地 排出那个可能性 可 长平侯的爵位 在那里摆着 却不是梁一眉 想怎样 就能怎样的 要是长平侯 是个闲散爵位 就好了 侯元平顿时有些恍惚 梁一眉拿着东西 逗战歌 阿桃坐在一旁 做针线 阿桃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生下了一个女儿 梁一眉觉得孩子太小了 让她等到孩子周岁的时候 再来当差 前几天 阿桃硬是要求 进来当差 梁一眉担心地 将她拉到一旁 问道 是不是万昌嫌弃你生了一个女儿 阿桃红着脸摇头 急切地道 夫人 你误会了 她对我很好 她说她很喜欢女儿 还说掀开花后结果更好 梁一眉怀疑地看向她 那你这么急着回来干什么 孩子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阿桃红着脸看了梁一眉一眼 道 她 她说 娘年纪大了 要接了我娘来孝敬 我想着孩子也断奶了 又有我娘带着 就回来了 梁一眉有些发症 赵婶都告老还乡了呀 阿桃点头 感激地道 二少爷一听万昌说 想接了我娘出来养老 立马就答应了 还 还给了娘不少恩典 梁一眉笑道 那也是赵婶努力得来的 夫人 婴儿急不进来 脸色微微凝重 梁一眉和阿桃对视一眼 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纯净地问道 怎么了 婴儿躬身道 太子妃身边的女官来了 点名了要见夫人 梁一眉起身道 给我换一套衣裳 梁一眉到的时候 太夫人也正好到客厅 女官恭敬地给太夫人行礼 微微不好意思地笑道 太子妃想起以前做姑娘的时候 长平侯夫人说过的一道点心 味道不错 太子妃这几天胃口有些不好 就想把长平侯夫人请进宫去 教教这道点心 两人做姑娘的时候只见过一面 梁一眉知道这是托词 在去东宫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太子妃找她什么事 难道是太子有什么事 不方便和侯云平说 借她做通道 胡思乱想地到了正殿 梁一眉收拢心思 毕恭毕敬地给太子妃行礼 太子妃连忙扶起她 笑道 上次就说过您是长辈 哪有长辈给晚辈行礼的道理 梁一眉只能说一句 礼不可费 扣婉华挥退店里的人 示意梁一眉坐在她的身旁 梁一眉这才打亮扣婉华 顿时一愣 扣婉华比上次见的时候更瘦了 脸上扑着粉 还是能看到脸色很憔悴 梁一眉心中一跳 最近没听说朝中出什么大事啊 是不是觉得我瘦了 扣婉华开口笑道 每个见到我的人都一愣 然后不是装作若无其事 就是劝我放开些 两人只见过几次面 只能说是站在同一阵营 私下却没有多少交情 太子妃为什么会和她说这些 五皇子的侧妃也怀孕了 听说有一个侍妾也有了身孕 太子妃悠悠地道 皇后今天给太子 赐了不少的美人 梁一眉把呼吸都放轻了 扣婉华看着她道 外面的人都说 欧氏是个有福的 三年给皇上添了两个皇孙 可我觉得 舅母才是有福的 不说其他 就说舅母一胎 就有三个儿子了 梁一眉轻叹一口气 太子妃以后的福气会更大的 寇婉华眼里有些黯然 梁一眉看着心中一慌 当初给太子纳良地 她脸上都始终含着微笑 眼中带着希望 怎么 寇婉华咬着嘴唇 再也忍不住 扑到梁一眉的怀里哭了起来 梁一眉脸上煞白 强自镇定地拍拍她的背 在梁一眉的心里 寇婉华一直是一个 很骄傲的才女 有什么值得她哭成这样的 侯家和太子是绑在一起的 要是太子出事了 寇婉华哭了一场 感觉好些了 擦着眼泪不好意思的 让舅母看笑话了 梁一眉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 文言笑道 哭出来就好受多了 我以前也这样做过的 柯婉华鸣嘴一笑 感觉在两人之间的沟壑 缩小了一些 梁一眉陪着她 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等她恢复了才告辞 梁一眉爬上车的时候 感觉自己握着车门的手都发抖了 回到侯府 梁一眉直接往外院侯元平的书房而去 刚到外院花园的时候 却看见已经放到外面去的非白 急匆匆而来 看见她过来 吃了一惊 好像想缩回去 想了想 还是站在路边等她 梁一眉在她身边站定 问道 侯爷叫你什么事 非白手心冒汗 面色平静地道 回夫人 侯爷叫小的来试问一些铺子里的事 梁一眉眉了眉眼睛 是吗 是 梁一眉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 往侯元平的书房而去 身后的非白 等夫人看不见影了 才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实在是吓死她了 随心看见夫人过来 有些犹豫 不知要不要拦住 书房重地 自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可是侯爷对夫人总是有例外 要是她现在拦了夫人 惹夫人生气了 说不定侯爷会反过来责怪她 想了想 随心就高声打招呼道 夫人 您怎么来了 梁一眉眼里闪过笑意 点头道 我找侯爷有些事 侯爷在吗 在的在的 梁一眉明明就在她面前 她偏偏将声音放得很大 婴儿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侯元平打开门 伸手拉住梁一眉的手 眉头一皱 怎么这么凉 梁一眉往里走 我有事和你说 侯颜平转头对随心道 去给夫人弃一杯热茶来 这才跟上梁一眉的脚步 侯颜平帮她把肩上的披风拿掉 问道 太子妃找你什么事啊 我一回来就听说太子妃找你去了 梁一眉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你不是猜到了吗 侯颜平笑着刮了刮她的鼻子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我怎么会懂 梁一眉心中暗骂 狐狸 继续似笑非笑地道 我刚才还碰到了非白 侯颜平应了一声 含糊地道 是我让随心把她叫来的 梁一眉心中有些着慌 侯颜平到现在都不肯和她说实话 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梁一眉皱着眉头正要开门见山地问她 要是打太极 十个梁一眉也不是侯颜平的对手 心内这样一想 梁一眉的眼睛里就蓄满了眼泪 随心正好在门外道 侯颜 茶来了 梁一眉气得嘟起嘴 侯颜平心中却暗松了一口气 本章晚感谢您的收听 第228章 劫难 随心觉得气氛有些怪 放下茶杯就出去了 梁一眉直直地瞪着侯颜平 见侯颜平垂下眼眸不理她 眼里挤出眼泪来 侯颜平见梁一眉哭了 顿时一慌 手忙脚乱地用袖子给她擦眼泪 你 你别这样 你 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外面的事我不能帮你 可你说出来也好数些呀 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让你一个人承担的理啊 更何况你早告诉我 我也有心理准备 事到临头 事到临头才不至于慌乱 他不告诉她 就是怕她担心 可如果这样反倒让妻子更不安的话 那就得不偿失了 侯颜平精神一震 将梁一眉抱在怀里哄道 我 我告诉你 梁一眉马上擦干了眼泪 做出一副仔细聆听的样子 像个乖宝宝似的 要不是时机不对 侯颜平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朝中几位大臣上书复义 要废太子 皇上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只是将奏折扣下了 梁一眉大惊失色 不由抓紧了侯颜平的衣袖 不是说殿下很得朝中几位内阁长老的心吗 殿下的呼声也不低 怎么突然就 侯颜平无奈道 可殿下没有子嗣 殿下还年轻呢 现在没有 以后总会有的 梁一眉醋眉 他们怎么老是盯着殿下的身体不放 侯颜平眼中有些冷力 殿下唯一的弱点就是身体了 一直给殿下诊治的几位太医 吃住都在太子府 可殿下经脉堵塞 子嗣艰难的话还是传了出去 不管是不是真的 除非太子府马上传出喜讯 否则群臣 您可信其有 最重要的是 这是真的 侯颜平有些灰心 在梁家没有拿出灵液的时候 他们是担心太子能不能活下来 可是在太子生命得到保证后 子嗣又是一个大问题 他们好像一直在太子的健康上打转 梁一眉有些心虚地问道 不是说长久的服用 龙蛋茶就会好了吗 侯颜平点头 太子的身体的确好些了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犯病了 只是太医说 经脉依然堵塞 那些茶所起的效果 是微乎其微的 梁一眉顿时无话了 空间的逆天 没有谁比梁一眉更清楚了 难道太子的病 一定要把空间取出来 碾碎了给他服下 可是那珠子现在在他体内呀 除了大哥梁一眉见过外 就是他也没有见过 要是让太子他们知道了 也不知会不会把他的肚子抛开 梁一眉下意识地捂住了肚子 侯颜平就担心地问道 你 你不舒服吗 梁一眉心虚地低下头 没 没有 侯颜平一心还放在太子身上 文言并没有多想 只是握紧了妻子的手道 你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凉 平时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些 梁一眉心不在焉地点头 问道 那会员怎么说 大师毕竟是出家人 殿下也不好太过打扰他 殿下已经给寇大爷送信去了 让他从边关回来 寇大爷 就是太子妃的娘家寇家 那不是书香门第之家吗 他怎么去学医了 还去做了军医 侯颜平解释道 寇大爷和寇三爷是同胞兄弟 他们的亲生母亲身体不太好 所以寇大爷从小就学医 后来将家主之位让给了寇三爷 就去了边关 他在将士们心中的地位挺高的 除了大师 他是唯一能为殿下治病的人了 如果是以往 梁以梅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一些八卦 可是现在梁以梅的心思 还是全在太子要被废的事上 梁以梅心神不宁地 被侯云平牵着回后院 如果太子真的倒下了 新皇也许会忌惮侯李两家 暂时不对两家出手 但打压是一定的 可以后呢 敌对的关系一旦确定 就是不死不休 他和侯云平死了 新皇的儿子在继位 他的儿子还能全身而退吗 就是不求全身而退 至少他希望他的孩子们 可以有尊严 有自由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梁以梅有些精神恍惚地摸了摸肚子 看着身边即使是睡着了 依然醋眉的丈夫 突然就流下泪来 如果 如果真的不得已 也只能那样了 只是不知道会员和那位寇大爷 有没有本事在开刀的情况下 还能保住他一条命 侯云平 吐得睁开眼睛 身上发出冷力的气息 看着眼嘴而哭的妻子 心中一痛 抱紧了他 低声道 不要紧的 还有我呢 我一定不会让你和孩子受委屈的 侯云平眼中闪过寒光 太子没有子嗣 可皇上有皇孙就好了 梁一眉没想到会把侯云平吵醒 我 我睡不着 是露露的眼睛有些忐忑地看着自己 侯云平就有些无奈地道 我知道 我陪你说说话好不好 梁一眉摇摇头 眼泪又抑制不住地溢满了眼眶 如果 如果我死了 你会怎么办 看来的确是把他吓坏了 侯云平紧了紧手臂道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不是说 要等孩子长大以后 还想出去走走吗 可 可如果 我一定要死呢 侯云平满脸无奈 你怎么会认为自己一定会死呢 算了 梁一眉有些异性阑珊 快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我明天要去见会员 侯云平舒了一口气 梁一眉的这个样子 她还真没见过 她一向是很理智的 即使有时候撒娇 也是娇俏可爱的 侯云平也很享受 其中 这样也好 太子妃这时候召见梁一眉 未必没有这个意思 毕竟除了皇上之外 梁一眉每次去看会员 都只需通报一声就行了 那你把战哥也带上吧 大师还没见过他呢 梁一眉点头 闭上眼睛 侯云平在明天之后 却为自己今晚的决定 后悔不已 侯云平抱着战哥 走在梁一眉的身侧 前面是引路的小沙迷 小沙迷在茅屋前站定 对梁一眉道 女施主进去吧 大师在里面等着呢 二位施主请随平僧在这里稍候 梁一眉给战哥紧了紧小袄子 对侯云平道 你们家里面等我 外面很冷 侯云平点头 会员一如既往的 穿着素衣 坐在石凳上泡茶 梁一眉坐在她对面 身情有些木染 会员心里有些诧异 对这个死气沉沉的梁一眉 有些不习惯 弃茶给她 笑问道 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 梁一眉等茶凉一些了 一仰头去将茶水喝尽 会员的嘴角抽了抽 指着梁一眉的手指 有些发抖 哎呀 你可真是豹田天物 这可是龙蛋茶 梁一眉斜地了她一眼 龙蛋茶 那也是我给你的 会员顿时不语 梁一眉放下茶杯 垂着眼眸问道 太子的病 你能不能治 难 会员张口道 经脉堵塞 则生机不动 晶圆不通 阴阳也就不能调和 梁一眉打断她道 也就是能治啦 会员眉头微皱 她觉得梁一眉今天 有些急躁了 抬眼看去 心中一跳 手中的茶杯不由握紧 片刻却又松开道 能治 阴油还在你身上 梁一眉苦笑 果然啊 还是逃不掉吗 你还记得 我和你约定的那一株 龙蛋茶吗 梁一眉张口结舌地看着她 会员满意地扶须而笑 那是变异的龙蛋茶 她的茶叶可以提供生机 如此可见 她的不寻常了 当年我无意中拿到她 却并没有想到 她会用在太子的身上 后来我得知太子病情 想方设法地想将她养大 却不得其法 说来还是你厉害啊 短短几月就能让她长出茶叶 梁一眉知道 有一些事情是瞒不了她的 也就没有在她面前多加掩饰 可不是说龙蛋茶收效甚微吗 那是茶叶 龙蛋茶的精华 全在土下的茶囊里 你要想救太子 就将那茶囊小心地取下来 给殿下送去吧 会员说完 就从石桌下 拿出一个浴盒递给梁一眉 用这个成着 可真够奢侈的 我小儿子在外面 你要不要给他算算命 虽然梁一眉一边坚信无神论 可这个会员不在自然之列 当然他自己也是超脱自然之外的 会员高深莫测地道 这个孩子我已经给他算过了 他在幼年时会有一场劫难 度过了就贵不可言 幼年时 是什么时候 会员瞪了他一眼 天机不可泄露 梁一眉皱皱眉 转身就走 他了解会员 他这么一说 就代表他不会说了 哎 会员叫了一声 梁一眉回头去看他 会员咳了一声道 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 侯云平会有一个生死大难的事吗 梁一眉眉心一跳 果然 会员摸着胡子道 就在今日 梁一眉脸色顿时沙白 看了会员一眼 你不会告诉我破解之法吧 会员点点头 说了这些已是极限了 梁一眉感谢道 谢谢你 侯云平见妻子脸色苍白 急忙报警了战阁迎上去 低声问道 没事吧 梁一眉见侯云平还好好的 大松了一口气 对小沙迷谢道 多谢小师傅了 小沙迷知道他们有话要讲 客气了一声就走了 这位女施主也是常客了 并不需要她的引导 梁一眉低声道 会员说 你今天会有生死大难 侯云平有些诧异 继而脸色微微有些凝重 娇妻柚子都在她的身边 这时候出事 那你和孩子呢 梁一眉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强笑道 我和宝宝没事 梁一眉却不知道 在她转身走后 会员对她的感谢愣了一下 回过神来时 人已经走了 就低声嘟囔道 早知道你会感谢我 我就告诉你 孩子的劫难和侯云平的 是同一天好了 唉 本章完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9章 鲁 变故来得很突然 在梁一眉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侯云平已经跟来人交手了十几招 而另一个刺客 已经将战哥抢在手中 侯云平带出来的四个暗卫 一个护在梁一眉的身边 另两个没有出现 另一个在阻止对方带走战哥 梁一眉脸色煞白 却挺直了背 站在一片混乱中 眼睛直直地盯着孩子的方向 这一刻 梁一眉是真的对会员产生了怨念 战哥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他现在正在危险当中 圆溜溜的眼睛准确地瞄到了母亲 咧开嘴向梁一眉招手 嘴里说着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 一声尖利的哨声响起 侯云平心中意紧 对面的人就冲他撒下一堆东西 侯云平挡开 等看到地上的东西时 眼中一寒 冒出两个字 苗疆 与此同时 抱着战哥的人跃上马车 一甩鞭 暗卫被赶来的刺客牢牢地拦下 梁一眉想也不想 叫了一声战哥 朝马车跑去 在众人还未回过神来时 抓住了马车 负负责梁一眉安全的暗卫 脸色巨变 侯云平的脸冷得能冻死人 他看了一眼阻挡的人 下命令道 杀 梁一眉死死地攀住马车 忍着胸腹间的撞击 瞇着眼睛朝刺客看去 谁知那刺客正戏谑地看着他 低声一笑 你可真是勇气可嘉呀 声音轻力婉转 竟是个女的 女刺客一手抱住战哥 抓住了梁一眉的一只手 手中用力 就将梁一眉拉上了马车 梁一眉还未动 他就嘀嘀地说道 不要乱动 不然 我可不肯定 会不会手抖 孩子的咽喉可是很脆弱的 梁一眉身子一僵 女刺客的手正抵在战哥的喉咙处 虽然知道 对方几人千辛万苦地 把人抓来 就不会轻易地弄死 可梁一眉还是不敢冒险 这些丧心病狂的人 谁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女刺客赞叹一声 真是个聪明的美人 女刺客一手抱着战哥 一手抓着缰绳 马车行驶的虽然不是很平稳 却很快 战哥很不舒服地皱了皱脸 发出滴滴的抗议哭声 梁一眉只觉得心被搅了似的 战哥一向很乖 很安静 就是被三猫胎给弄烦了 也只是生气的蹬腿 哭的时候真的很少 可是她现在却哭了 女侠 还是让我抱孩子吧 我就在车上 又能去哪里呢 梁一眉试着请求 我可不敢把孩子给你 你连急奔的马车都敢往上跳 还有什么不敢的 万一你真逃了怎么办 梁一眉脸色苍白 不过她本来就吓得脸色苍白了 所以女刺客并没有注意到 梁一眉的确是有过这个打算的 实在是太危险 她就躲到空间里好了 只要能保住她和孩子的命就好 路上已经很难再见到人了 梁一眉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下来 迎面和侧面跑出几匹马 梁一眉心中一跳 希望 却是在看到身边的女刺客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时破灭了 几匹马在马车前停下 其中一个粗犷的男生问道 阿子 你怎么把她也抓来了 长平侯极疼爱她的妻子 三四年来身边没有出现过别的女人 我就不止一次地看到过她 带着她外出游玩 要是杀了她 我不敢肯定 长平侯会答应我们的条件 毕竟她还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生冷哼一声 哼 孩子没了 可以再生 老婆没了 也可以再娶 那我们抓的这两个 岂不是都没用了 阿子温柔地擦掉 战哥脸上的泪珠 笑盈盈地道 那就看他们在长平侯 心目中的位置了 阿子看向刚才说话的 女黑衣人道 阿成 你把她带上 马车被砌在路中间 一行人快速地往南面去 战哥从上马就开始哭 梁一眉提过几次 由她带着孩子 都被拒绝了 前面不远就是树林 梁一眉在侯云平书房里的地图中看过 这是到天津的进度 难道他们想坐船南下 梁一眉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可却大概猜得出来 他们是南边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南江人 除了那个阿子 其他人说话或多或少 都带了一点南方的软糯 前世生活在南方的梁一眉 还是听得出来的 而且他们抢了人后 第一时间就往南而去 一般来说 人总是往自己习惯的地方走 南江人从小就在山林间长大 而前面的林子 除了道路和外围的一些地方外 几乎没有被开发和探过 而这片林子 连着右后方的一整片山 他们要是逃进了山林 梁一眉打了一个寒战 混蛋 他怎么追来了 粗犷的男生诅咒着 梁一眉顺着阿诚的视线往回看 就看见骑着马脊椎而来的侯云平 阿诚大怒 阿青呢 阿子眼里闪过哀伤 快走 发出信号 让圣女派人来接应我们 阿诚一掌拍在梁一眉的背上 梁一眉气血翻涌 觉得五脏六腑都被挤在了一起 吐出一口血来 阿诚回头对侯云平怒喝道 信号大 你要是再敢追 我就先结果了他 阿子并没有反对 一边加鞭 一边往四周观察 侯云平不仅没办 反而加鞭更快了些 阿诚恼怒 再要拍梁一眉一掌 阿子就道 行了 再打下去 他就死了 我们分开走 看他追哪边 看看在他心中是儿子重要 还是老婆重要 阿子阴寒地看了梁一眉一眼 却顿时愕然 梁一眉用钗子抵住自己的喉咙 道 要是分开走 我立马就自尽在这里 你信不信 长平侯一定会为了我 踏平苗江 我记得前朝时 苗江一个部落 涉及到当朝大将军夫人 独臂案例 那位大将军 把那个部落的人都给坑杀了 梁一眉笃定地看着阿子的眼睛 道 更何况 我还有三个儿子呢 阿子抓着江绳的手 青筋爆出 痴笑道 哼 如今朝堂不安 国库空虚 你以为皇上会再心战施 你以为皇上能阻止得了长平侯吗 阿子一言 静静地看了梁一眉一眼 而此时已经有两匹马朝侯云平迎上去了 因为马上颠簸 梁一眉眼睛眨也不眨 手一动不动地抵着喉咙 脖子上已经划了好几道口子 血根不要钱似地流出来 阿子眼里闪过赞赏和恼怒 点头道 留下三匹马拦住他 我们走 直到一行人选择了其中一条路 梁一眉才将手中的钗子放下 阿诚恼恨地一下子夺过他手中的发钗 梁一眉嘲笑道 死的方法是有很多种的 你 一行人进了树林 行程慢了一些 梁一眉担心地看向战哥 战哥现在的哭声变得很小了 梁一眉可以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沙哑了 天已经黑了 猴云瓶要找到他们就更困难了 梁一眉瞄了一眼腰上的荷包 幸亏今天是阿桃给他收拾的衣服 停下 阿子看了看四周 道 休息半个时辰 其中一人皱了皱眉 马已经受不了了 阿子撇了他一眼 长平猴可不会休息 梁一眉小心地爬下马背 摸了摸脖子上的一圈布 微微醋眉 阿诚讽道 怎么 疼了 先前你不是挺无谓的吗 梁一眉不理他 看向阿子 道 把孩子给我抱吧 你们这么多人看着 难道还怕我跑了吗 阿子看了一眼怀中的孩子 虽然哭得让人心烦 但一向小心谨慎的他 还是摇头道 你还是快休息吧 我们还要赶一天的路呢 梁一眉脸色铁青 他还这么小 怎么能这么干 长平猴的儿子 这么不禁折腾 那也只能怪他命不好 梁一眉只好闭嘴坐在一旁 吃完了对方发给他的干粮 还是顶着阿诚的冷脸 继续请求道 让我给孩子喂点奶吧 他从中午到现在 什么都没吃 会受不了的 你费尽千辛万苦地 把他给抓来 不会就是为了饿死他吧 阿子有些诧异地看向他 你要给孩子喂奶 梁一眉点头 阿子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然后停在他的胸部 你有奶水 梁一眉的脸顿时长得通红 羞恼得道 我是孩子的母亲 你们汉人不是有一堆的穷规矩 不让亲娘给孩子喂奶吗 所以每个孩子都有奶娘 我们侯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三猫胎都喝过他的奶 他的奶水不够了 才会找奶娘 更何况这胎只有湛哥一个 奶水也足 所以湛哥的奶娘 只负责照顾他 喂奶 却还是梁一眉亲自来的 阿子将孩子交给梁一眉 几个女人把他围在中间 隔绝了几个男人的视线 梁一眉心中一松 冲阿子感激的一笑 阿子挑挑眉 不致可否 湛哥好像真的饿坏了 平时慢条思理的 今天却有些急切起来 配上他脸上胃干的泪水 梁一眉心痛不已 轻轻地哄着他 等孩子一吃饱 阿子就一把夺过孩子 梁一眉怀中一松 脸色铁青地看着他 阿子抱着孩子熟练地晃了晃 笑道 你的轨迹太多了 还是在我这里安心些 顿了顿 壮似无意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是苗疆人的 本章完感谢您的收听 第230章 灰灰救主 不是你说的吗 梁一眉反问道 阿子不解地挑眉 梁一眉也看出来了 这一行人当中 是以阿子为首的 要是能让他觉得 他有价值 那他和孩子活下来的几率 应该会更大些 我听侯音平说过 只有苗疆人才有圣女 阿子顿时了然 戏谑地看向他 狗皇帝倒是给长平侯 找了一个好老婆 阿诚冷哼一声 扭过头去 阿子看了看时间 道 走吧 天亮之前必须赶到地方 阿诚拽过梁一眉 正要上马 就听阿子大喊道 快躲开 阿诚已经抱着梁一眉 滚了一个圈 手中的匕首 一下子就架到了 他的脖子上 对着黑暗冷笑道 你们要是不怕 要他的命的话 只管放箭 梁一眉微微侧头 才看见钉在地上的是一只细小的绣剑 四周顿时亮起火把 侯云平浑身是血的 带了三个暗卫 朝他们围过来 阿子仔细地听了听四周的动静 痴笑道 哼 长平侯是关心则乱了 才带了三个人 也敢冲出来 我五个人就能杀了你十一个 为什么我们四个不能杀你七个 你 阿诚将匕首往梁一眉的脖子上送了一分 道 你试试看 看我会不会杀了他 侯云平眼睛油黑地看向他 阿诚机不可见地打了一个寒颤 阿子静默了一下 突然展颜笑道 既然长平侯这样说 那我们只好留下你们一家三口的命了 本来我们圣女只是想和长平侯 做一个交易而已的 贵夫人和令公子 也只是到我们那儿做做课便回来 可是看来今天他们也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梁一眉紧张地看向侯云平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请客方式 这几年的流亡 让你们的圣女都忘记了 最基本的请客规矩了 饶是一向冷静的阿子也有些生气了 更何况脾气暴躁的阿诚和另两个人 人人都怒视着侯云平 那是因为要见到长平侯的面实在是太困难了 不得已之下才出此下策的 还望长平侯海涵 侯云平一本正经地点头道 我知道了 把我的妻子和儿子留下 你们的圣女什么时候想见我都可以 你们也回去吧 阿子的额头轻轻跳了跳 长平侯是当他们是傻瓜吗 梁一眉有些愕然地看向侯云平 侯云平突然转头冲他笑了笑 梁一眉就听到阿子的怒吓声 长平侯 你卑鄙 阿子带着战哥靠过来 吩咐属下道 靠在一起 向东南方向突围 阿子从怀里掏出一个瓶子 倒出一颗药丸吞下 其他几人也纷纷吞下药丸 一行人一边拦住侯云平四人 一边朝东南方向移动 阿成拉紧梁一眉 愤恨地瞪了他一眼 梁一眉不知所以然 疑惑地看向他 阿成却更加生气 汉人的花花肠子可真多 他们竟然败在了自己最擅长的毒上 他们却没能前进多少 侯云平功多仿少 一副将命豁出去的样子 在阿成快要忍不住冲出去的时候 阿子却面上一喜 笑道 长平侯 你到底是要输了 抑郁未必 南疆的接应就到了 梁一眉纷乱之中 只大概看得出有将近十人 心中一暗 明明就快了 侯云平眼睛通红 加快了手中的攻势 离梁一眉又进了一步 阿子道 我们先走 拉了梁一眉往大道上走 一番打斗 他们已经进入了山林 远离大道了 却听到有南方过来了一阵马蹄声 既然对视一眼 皆停下脚步 梁一眉却在听到其中一声架时 心中大喜 趁着阿成不注意 大叫一声 大哥 阿成连忙扼住他的咽喉 可那一声呼唤 不仅骑马的梁一目听到了 在远处努力向这边靠近的侯云平也听到了 侯云平一招逼退身边的几人 用内力扬声叫道 木哥 梅子和战哥糟结了 正停下马 仔细听动情的梁一目面色一变 几个属下面面相去 其中一人道 大人 事关重大 还是要尽早回禀太子殿下 以早做定夺 梁一目吩咐道 你带着一个人连夜进京 带着我的令牌去找太子殿下 我去救人 几人阻止道 大人 梁一目面色一寒 刚才呼救的是长平侯 被掳的是我的妹妹和侄子 于公于私 我都得去 几人面色大变 其中两个就是侯云平给梁一目的幕僚 文言道 属下怨随大人前往 要是其他人还算了 长平侯在军中素有威名 那两个领到送信任务的人 也不再多言 抱拳一声 骑马离去 梁一目长鹤一声 算是回应了侯云平 带着剩下的四个人 朝梁一眉 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去 李轩然坐在马车里 正要进城门 心里抱怨不已 只是度个假都不安省 却发现马车停下了 眉头一皱 问道 怎么停下了 车夫答道 三爷 前面正在检查 李轩然锁眉 天色已经暗了 冬日的日头一向短 可也再过不到半个时辰 就要关城门了 平时可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就算是皇上要废太子 也不会动京城城房吧 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小四应声而去 一会儿就跑回来道 三爷 说是城里混进了南疆的奸细 正在排查呢 李轩然聊开帘子看去 骂道 看这样的架势 哪里是混进奸细这么简单的 枉你跟着爷这么久了 再去打听 王氏担忧道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京城的城房 有一半是李家在负责 侯家的那一半 早在十一年前就上交给了皇上了 李轩然安慰他道 你放心吧 这不大哥没给我送信吗 那肯定是没什么大事 话虽如此 他的眉头还是紧紧地皱着 小四良久才回来 却带回了守城的将领 李轩然聊开窗帘 连忙下车 将领口称不敢地回礼 三爷是要进城 李轩然点头 问道 这是怎么了 好像整个京城都戒严了的样子 三爷厉害 京城的确戒严了 说着凑近李轩然的耳边 嘀咕了几句 李轩然脸色大变 道 多谢陆夫将了 回头再请你吃饭 陆夫将笑道 哪敢让三爷破费 还是卑职请三爷吧 咱也赶时间就先走吧 那如此多谢了 李轩然坐着马车进城 加速往李家而去 王氏问道 怎么了 李轩然整个脸都冷了 弟妹和战哥被截了 云平追着人也失去了踪迹 啊 王氏大惊失色 谁这么大的胆子 用的是南疆的法子 只是还得进一步确定 我先送你回去 再去侯府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你办正事要紧 李轩然摇头道 西南之地向来是李家的势力 就算当年是云平带兵 平乱南疆 他们的首要人选 也应该是我们李家的人 意思是 王氏同样有危险 太夫人听说李轩然来了 一只挺直的背 微微放松 哽咽地朝李轩然招手 有 有消息了吗 李轩然满面轻松地笑道 姑母也不用太担心 您还不知道云平吗 她一向是福大命大 本事又大 听说她身边的暗卫 都一块跟着去了 既然没有什么坏消息回来 那就是好消息 我哪里是担心她呀 她皮糙肉厚的 又惊打 我是担心她媳妇 还有战哥 她一个弱智女流 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特别是战哥 她还是个孩子呢 对方既然是鲁人 那就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姑母不要太担心了 您先睡一觉 明天说不定 他们就回来了 这三个孩子还小 都看着姑母呢 太夫人就朝榻上看去 三胞胎哭累了 并排睡在榻上 浩哥也睡在榻上 孩子是最敏感的 虽然大人们没告诉他们什么 可是府里进进出出的人 父母不在 祖母板着脸 孩子们只觉得心慌地哭了 阿子仗着剑 面对着侯云平 长平侯是打算一直追下去了 侯云平不语 阿子有些悲怆地 看着还剩下的四人 低声道 看来你是要逼得我们同归于尽了 你们的心 你们的心太贪 我有心无力 这个天下可不是侯家的 阿子吃笑道 狗皇帝能拦得住你吗 当今不行 不是还有太子吗 你们把皇家看得太轻了 太子还不是你们侯家选的 侯云平眼里的讥讽 飙露无遗 圣女的得力手下 就是这样的能耐 难怪十多年了 还是在逃亡中 你 侯云平话中的轻视 让阿子恼羞成怒 他一向自诩为圣女的智囊之一 只是不知 你为狗皇帝放弃了妻儿 狗皇帝是感激你呢 还是更加忌惮你呢 梁云梅抱紧了怀中的战哥 不知为什么 战哥既是到了他的怀里 也哭个不停 他知道阿子没有耐心 在和侯云平玩猫捉老鼠了 这次南疆损失惨重 侯云平带的暗卫 现在也不见了 也许是已经死了 也许是正在和梁亦牧一样 阻止对方的到来 梁亦梅捶下的眼眸突然一亮 将战哥又往怀里抱了一些 对侯云平哭道 侯爷 你快走吧 战哥一直哭个不停 这样下去 孩子的喉咙只怕要哭坏了 说着头下意识地去看阿诚 阿诚喝道 别动 阿子脸色大变 这位长平侯夫人 一路上都表现得镇定 即使面色苍白 也是不哭不闹的 就是他不愿把孩子给他 他也不曾哭闹过 怎么现在 小夕 两个字还没有吐出来 他就看见梁亦梅一侧头 而从他怀里飞出一道利刃 割向阿诚的脖子 阿诚瞪大了眼睛 还未看清楚是什么 就已经弃绝身亡 与此同时 侯云平快速地动起来 阿子哀嚇一声 叫道 杀 两一枚弯腰滚到灌木丛中 紧紧地盯着侯云平一人 缠住三人 而他肩膀上 沾了一团雪白 正是沉睡多年的灰灰 本章晚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